那2013年就是林老師就帶著稻荷來到了池上 然後就是要做他在這邊首演的那個準備 所以在這邊演出第一件事情就要跟土地公講說 我們來了請那個風調雨順這樣 所以林老師就帶著舞者一起 就是一起非常虔誠的來跟土地公說Hello 這是舞台在舞台上面彩排 那舞者在旁邊打坐的時候 就是說這個都是他們非常特別的體驗 就是說他們在劇場裡頭 無數的當下就是面對黑色的盒子 然後去做他的暖身的動作 或是做他的排練 可是能夠在這樣的一個稻米的一個舞台上面 來做這個事情 是他們覺得是最棒的時刻 比如說他可以在整個時刻 因為我想大概沒有人有這個機會 可以拿個毯子然後在那個稻米裡頭 尤其在田裡面然後來做暖身 然後上台表演 這個大概是這個舞者 他們都是眾生難忘的一個體驗 還有一篇 為何不真是他們 所以我看到一個有意思 的每個人都很厲害